唐先生38岁 来自天津个体 张女士34岁 来自河南个体 欢迎老妹 我是好 是夫妻吧 对 没错 今天你要来是吧 没错 我想来 因为这个活干得太多了 有点支持不住了 说说吧 怎么了 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俩就刚结婚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 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手机也是比较简单的 她不太爱看手机 现在呢 她每天拿两个大手机 跟看在手上一样 这为什么呀 手机不离手 也没有 因为我们是开那个化妆品店的 客人吧 不光来自于知己店 也还有部分是网络的 我没有自己的顾客群 我每天也要在里面 分享一些护肤呀 化妆小知识 小技巧 所以说呢 可能有的时候 是在里面更新产品知识呀 学习呀 我也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夸张 一直在看手机什么的 就手机是您的生产工具 是这意思吧 对 我觉得这个只是次要的 它只是就随便解释了而已 每天只要是睡觉八个小时的话 剩下其余的时间 它的手机屏幕一直在亮着状态 哪有这么多工作 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点是 每次家里聚会 去到朋友聚会 就是我的那些兄弟什么聚会 一年也就聚会这么几次吧 两个小时吃饭 它一直在低头的手机 也不会与人交谈 我哥们有时候都会问我 哥 嫂子干嘛呢 我就没办法解释 我就说它可能联系大买卖 每年几百万的我也惹不了 是不是 就是在忙大买卖的吧 是 组织 还真是 它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是这样的 聚会的时候吧 你说他们一帮 从小到大的发小 大老爷们是吧 我一个女孩 我有什么好说的是吧 我就是无聊看看手机 然后刚好赶到客户来信息 你说我回复一下 不是很正常吗 你说我插不进去 你还不让我看看手机 干别的是吧 可是您嫁到我们这儿 不是都九年了吗 九年的问题是 你说他们发小 我是一年见到几次的 也不太熟悉啊 行 听明白了 就是手机比你亲 手机一下 不太熟悉 走一绝 不太熟悉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